串凯 走过了 醒着了 笑过了 哭着了 太多的委屈对谁讲 一个人的凝望 两颗心的相撞 络茫的走着 恍惚的忙着 只因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 三只想象 浅熄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 我道 吉吉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那一样 有自有段生活 你尽管吉吉喳喳 惹得炮耳 Major 什么不能说 什么有口说 生活就是一暖夜 跟谁吃敌命的更重要 好像有雄下 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我样 吱吱吱吱吱吱吱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大公子弟小学 对啊 周医生 我们这次广告的拍摄 走的是朴素路线 就是用半记录的方式进行拍摄 就是把您平时给孩子们 做这个口腔保健医生的这个故事呢 拍摄成广告 而且我和您一起出演 这有点开玩笑的 我 我不是演员呢 没有让您演 你就是你 你就把平时怎么给孩子们 做什么口腔检查呀 怎么教他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呀 就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文小姐 我觉得这样啊 你 你为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 做宣传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而且我也支持 但是你让我在里边要拍那个演呐 我真做不了 您怎么不行啊 我这来之前都和王小长说好了 广告咱俩来演 拍摄地点就在他们学校 孩子们还会来给我们 当群众演员呢 而且拍摄完广告之后呢 我会以个人的名义 向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 捐献六百只儿童牙膏 你说这样的好事 你能不来支持我一下吗 那可以考虑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不至于吧老周 六百管牙膏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就舍得自己一张脸 跟那个姓文的 一起拍广告上电视 把你们俩双双暴露在 全国观众的目光之下 这件事你爸我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 你想啊 广告在哪儿拍啊 那是在打工子弟小学拍 能给学校提高知名度 还能给学生带去福利 这何老而不为呢 再有一个你看 文阿姨的性格你也知道 是吧 我要是不答应她 那诊所 家里的门口 都得让她踏烂得不可 所以啊 行了 我就牺牲我一下 答应她的邀请吧 您这战局 分析得够透彻的呀 不过我觉得 那个文雅找你拍广告 只是万里阴谋的第一步 你别这么想人家吧 文阿姨啊 文阿姨人还是不坏的 她确实不是坏人 可是我不敢保证 一个性格外露的伟文艺女 即将步入中年又疯狂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她会不会变态 这事儿罢数 老周你就不听我的吧 同学们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啊 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刷牙 我相信大家都刷牙的对不对 对 一天刷几次牙呀 两次 牙疼的时候难受吧 难受 所以我们要保持好牙齿的健康对不对 对 所以正确的刷牙方法很重要 是不是 对 好 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怎么正确刷牙 看这会牙好看吗 好 他因为正确刷牙所以好看 叔叔要教给你们一个正确的刷牙方式 正确的刷牙方式叫八四刷牙法 好 咱们把口腔打开 微微开 开了之后啊 咱们拿牙刷 找到牙面和牙银之间有那个缝隙 我们在这个缝隙上面 做水平正颤十次 然后再佛刷三到五次 我们每天刷牙要起码两次以上 每次再两分到三分钟 如果你刷牙不到两分钟的话 等于就没刷了 大家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极了啊 在育才打工子弟小学 牙科专家周医生一直都在义务地 为同学们做牙齿健康辅导 周医生您好 你好 请问您作为专业的护齿专家 您给孩子们推荐使用什么样的 儿童牙膏呢 我给孩子们推荐的是 专门为咱们中国儿童设计的 泡泡娃儿童牙膏 哇 原来是泡泡娃儿童牙膏 无福 防住 更健康 停 梅小姐 注意您的台词 是无福 防住 更安全 不是无福 防住 更健康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错了 好 周医生 请问您作为专业的护齿专家 您给孩子们推荐什么样的 儿童牙膏呢 我给孩子们推荐的是 专门为咱们中国儿童设计的 泡泡娃儿童牙膏 哇 原来是泡泡娃儿童牙膏 无福 防住 更健康 错了 停 好 那个 再来一遍啊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哇 原来是泡泡娃儿童牙膏 无福 防住 更安全 请使用 停 别着急啊 再来一遍 别着急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导演 周医生 一会儿拍的时候呢 我们俩最好离得近一点 这样比较好 离得近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闻小姐 你离周医生远一点 我知道了 安全 防住 更安全 停 过了 好 我知道了 健康 防住 更安全 过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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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无福 安全 更健康 停 停 停 是无福 防住 更安全 再来一遍 不好意思啊 小朋友 那个 我是又说错了 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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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一次吧 别着急啊 预备 开始 无福 防住 更安全 请使用泡泡娃儿童专业牙膏 停 闻小姐 您终于说对了 收工 闻小姐 你这几个字 刚才怎么老说不准呢 那不还都是因为你啊 怎么了 你想啊 如果我一遍就说对的话 我能和你再期待 这么长时间吗 周医生 闻小姐 你好 我们是健康报的记者 关于今天两位来到 打工死的小学 拍广告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不知道两位 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 能能能能 来 来 来 妈 好 我和周医生呢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当我知道周医生在义务地 为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 当这个健康辅导员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地受感动 那所以我这次呢 就把这个广告的拍摄地 选在了这儿 周医生 你也说两句 喂 小姐 我听说您个人出资 威德德学校捐赌六百管牙膏 是吗 对 不过这个主要还是因为 周医生的精神感动了我 我呢也其实挺想为孩子们 做点实事的 那我想我们这个泡泡娃 儿童牙膏的厂商呢 也肯定特别愿意支持我们的 这种算是公益的善举吧 周医生 小姐 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 另外我听说两位 对公益事业非常地热心 正好这里已经有非常 有意义的活动 不知道两位能否参与一下 是 什么事 医体捐献 医体捐献啊 周医生 您是医生 您应该知道 当然当然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义 对我们的人类医学事业 无疑是重大的贡献 太对了 周医生 温小姐 去所学校的王校长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本人已经签署了 医体捐献的协议 而且还鼓励了很多学生家长 来参与进来 我不知道两位是否愿意成为 医体捐献者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医生 对于这样的捐献活动 则无庞贷 义不容辞 太好了 温小姐 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同周医生一起捐献医体 这样的话我可以为你们两个 拍一张照片 发在我们报纸的头版上 我愿意 我愿意捐 那个你们报纸什么时候出版的 不会吧 遗体捐赠这么大意凛然的事 不像你能干得出来的呀 我当时不就是想把我和周医生的照片 一起刊登在报纸上吗 爱情的力量不可估量啊 现在照片是拍了 可我想着就后怕 你说到时候等我死了 还要被人打血八块 连个全尸都没有 不行不行 我现在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怕什么呀 那个时候你都死了 也不知道疼了 再说了 这不还有周医生陪你的吗 不行 我还是接受不了 阿滴 你帮我 把这个捐献 给我撤销了吧 这不好办吧 这有什么不好办呢 你想办法吗 行了 我想想 这是爸爸今天的收获 你替我保存好 老周 捐献遗体了 可真够有境界的 我爸就是了不起 作为一个医生 为人类的医学事业 做点贡献 那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件事上 我这个做闺女的呀 永远跟您 站在一个阵营里 各阵 你还别说 今天文阿姨的表现 让我挂目相看 怎么了 他不会受您鼓舞 一时冲动 也签了捐赠协议了吧 还真是 多个小时 你不会发现 我照顾喔 你不会都可以做到 还真是 你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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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趁着 这是爸爸今天的收获 你替我保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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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存好 你准备好 我保存好 我保存好 我要搜捕 你不介意 我给你暖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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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遗嘱 这个是他为确认癌症晚期之后签的遗体捐赠协议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少时间了 他若想死后把遗体捐献 再为医学做点贡献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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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要一杯咖啡 你爸他身体那么好 他怎么可能是癌症晚期呢 其实我爸爸他这些年身体一直都不是太好 他除了每天要在诊室工作 接诊病人之外 他还得照顾我 他这些都是累的 我本来以为有这个诊所撑着我跟我爸能过得还不错 但是诊所这两年竞争特别激烈 我看他那一天不如一天 前两年他还说想在杂志上登一个广告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一信了 我还打个电话过去问过 人家说是我爸自己要退出的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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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别说 都是妈妈的错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我今天跟您说这些 真的不是想让您帮助什么 也不是想让您可怜我们俩 我就是不知道该跟谁说去 我爸他一直以为 我不知道他是癌症暖气了 每天在我面前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我 但是我自己特别清楚 说不定哪天 我可能就没有爸爸了 奶奶 你别这么想 你还有妈妈 你还有妈妈呢 好 知道了知道了 那我明天就带着我小姨去把这个协议给取消了啊 好嘞好嘞 那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回头请您吃大餐 好 好好 拜拜 搞定啦 耶 哇塞 凯迪你办事太有能力了 小姨请你吃大餐啊 对了凯迪 你那块玉呢 玉呢 就是艾莉送你那块 干嘛 干嘛呀 我认识一个做玉器生意的朋友 特懂啊 我跟她说了 拿去给她看看 看那玉啊 值多少钱 去呀 去拿呀 小姨对了 刚才人家说了 这个明天一定要带到生命证去 不然办不了 行 我知道了 去吧 我让你拿鱼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快去呀 你快去呀 你磨磨叽叽的 真是 我丢了 丢了 我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突然决定不去成员 我就是觉得 登的那个广告也不一定有特别好的效果 我不想浪费钱 但是你不是说 你对这个广告位的成功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吗 对 昨天晚上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这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 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你能告诉我吗 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 反正这个广告位 我就是不要 这怎么可以 你一直很看重这个广告位 你一直说它是我们起步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促效措施 而且 你为了这个广告位付出很多辛苦 你为什么突然做出一个相反的决定 别说了 你让我做决定行吗 陈红 你这种表现太不正常 我完全不能理解 你不需要理解 丢了 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 一百万 什么 就 那个东西它值一百万哪 不是 那个玉坠 是人家艾丽他爸爸特意向缅甸订做的 光原料就上百万哪 你这家伙你丢了一宝贝你知道吗 对你们来说是宝贝 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文不值 我当时就不想要你们非给我挂上 丢了也好 反正我也不想当什么贾宝玉 你说什么呢 闭嘴吧你 你想把你爸爸气死 来来来来 那个姐姐姐夫你们别生气别生气 凯迪丢的时候 她肯定不知道那东西那么值钱 对不对 再说了 现在这东西它已经丢了 我们再怎么骂它 那东西也回不来了呀 要不 要不咱报警吧 报警 不用报警吧 报警倒是个办法 雨珊 你看呢 报警 骂 骂 骂 那个 被我给卖了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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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丫头 快告诉我 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你妈今天愣是没来我们公司签约 那必须 解我一出马 保证你有转前婚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来听听 让我长长见识 学习一下您的先进经验行不行 行啊 不过这么重大的秘密 我怎么白告你啊 真是没有你沾不走的便宜啊 说吧 还想吃什么 我买单 不会吧 就这点就把我打发了 想得美 你还想怎么着啊 你知道吗丫头 你爸你妈为这广告为争来争去的 我这个月就忙活他们这点事了 一个广告都没签成 月底的绩效奖金算是彻底泡汤了 我能请你吃这么一顿饭 已经是大出血受内伤了 你就别再提什么物理要求了 当然 你就算惨无人道的提了 我也没能力满足你了 你能再小心点吗 看没你给吓了 你也太低估我的价值取向 和社会需求了吧 我能为这点吃的 出卖我这么高层次的商业机密 不可能 你这孩子啊 真是满肚子歪歪肠子 行 你不要吃喝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我 我要说了 你不能生气 那可不一定 要是你提出什么 有损我光规形象的无理要求 我还是可以义正言辞地 强烈反对的 不是 没得免住 没得免住 我是想 让你给我当后妈 当后妈 你这后妈后妈的叫得还少啊 我都被你叫得快没脾气了我 叫后妈不行 得当我想让你给我当后妈 你给我爸当 停 周代代 上次在你前妈的婚礼上 你是因为受了刺激情绪严重失控 从而故意捣乱叫我和妈 这我可以理解 但你今天应该没受什么刺激吧 怎么又说这种俯话 我和你爸 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这根本就是属于 对长期生活过于幸福单调而导致的 找妈狂想症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我知道我没胡说 人家就是喜欢你 人家就是想让你给人家当后妈 人家说的是真的 不过我爸真是一特好的人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试试真的 尝试一下 你爸 真不禁念的 喂 周医生 是啊 你前期确实没来签订广告协议 我们这儿没出什么问题 是他突然说暂时停职 我们也不清楚究竟什么原因 真是个玩家走 你知道蜀慧这吊字多少钱吗 三十万 好了 医生 消消气 凯迪也不知道这个玉字的价值 再说了 他也是为了救人哪 就是啊爸 您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 苏达真的特别的危险 我要是不能马上拿出钱来 那些人就不让他走 苏达他会出事的 那你跟家里说啊 苏达是苏简的弟弟 我为了他跟你们要钱 你们能给我吗 黄凯迪 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 好在玉字找回来了 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那十万块钱 就算补偿了苏简 从此以后 你再不许跟他们家有任何来往 知道不知道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嘛 什么叫补偿啊 而且这件事跟苏简有什么关系呢 苏简是我黄凯迪心中认定的女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她 也是尊重我 她跟我们家不门当户对 妈都什么年代了还门当户对呢 我选择谁做我的女朋友 是我的自由好不好 凯迪 你以为爸爸妈妈在干涉你呀 我们都是为了你着想 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说的是对的 那个苏简虽然身上有许多的优点 有你看上的地方 但是为了她 要是引起我们家庭的矛盾和不和 你们俩就算生活在一起 也不会幸福的 这不是你们两人的事 这是两个家庭的事 什么叫两个家庭的事 明明就是你们容不下她 特别是我想你说不出什么好话 你 姐 姐 姐姐姐姐姐姐 姐 我跟你说啊 就我那新广告 电视上已经播了 你赶紧给我弄一新发布会吧 你们怎么了 我们每天刷牙要七八两次以上 每次再两分到三分钟 周医生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推荐使用什么样的儿童牙膏呢 原来是泡泡丸儿童牙膏 欢迎 我打电话到杂志社问过了 他们说跟我们竞争广告位的人 是周东方 你是为了这个原因 才主动推出吗 你这样做不对 我们在做生意不在做游戏 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决定 周东方他 他 最近他诊所的生意 不是很好 一个男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功 而不是去他人的施舍 我希望你能摆证 你和周东方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一起生活 我才是你的丈夫 陈阿姨啊 您的牙恢复得很好 我呢在给您开点药 这两天您还得坚持吃 是 完事以后就是定期来复查 周医生 谢谢您啊 别客气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见您了 您是看那个广告是吧 可不 周医生您真的是好人 为孩子们做点事呢 都是应该的 大家看 这个广告的男女主角啊 就是我和周医生 所以请各位 多多支持周医生的牙科诊所 你多多购买我代言的这句广告 谢谢各位了 因为你们每一次的支持啊 都是对公益事业的关心 谢谢大家 谢谢 李小姐 你这么大的明星 还这么贫义近人 我一定支持你啊 谢谢 谢谢 对了 这是我的签订照 自从您上了电视啊 这诊所的队是越排越长 我来检查 得提前好几天 才能预约得上呢 我也没想到 一则广告作用这么大 周医生 出事了 怎么了 文小姐来了 谢谢支持 好 谢谢 文小姐 我看那广告上 你和周医生还挺般配的呢 你们俩 其实就是一对吧 你都看出来了 谁看我出来呀 那周医生啊 还真的够般配的 还有你们做那广告 说得多默契啊 表情都一样了 你们俩都是 谢谢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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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啊 你好 文小姐 周医生 广告播出了 你很高兴是吧 我也替你高兴 但是在诊所前 聚集这么多人 好像不太合适啊 请大家都散一下吧 大家都散了吧 大家都散了 我懂你 好 周医生 你好 你好 你看 广告也播出了 我想召开一个新发布会 邀请你和打工子弟小学的 王校长都来参加 我去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也算你支持公益啊 王校长都答应了 你可一定要来啊 好 你看 我这样行吗 小姨 您今天真漂亮 一伙的发布会啊 肯定特别成功的 真的 小姨 不怕你笑话我啊 我这是第一次发布会 我现在真的是紧张极了 真的真的 我这手都出汗了 小姨 您别紧张 您拍电影拍广告都不紧张了 一个发布会算什么呀 再说 等一下台下的 全是您的家人和粉丝 一会儿 大家给您加油 您一定特别有感觉的 艾丽啊 艾丽啊 你真的是又漂亮又懂事 怪不得我姐姐和姐夫 那么喜欢你呢 小姨 我呢 也是希望你和我们家凯迪啊 好好地相处 我们尽早两家变一家 其实 我对凯迪哥的印象一直都很好 就是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能这么想啊 他肯定是希望好好跟你相处呗 我跟你说啊 我姐姐姐夫还有我 全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和凯迪相处的过程中 如果他对你不好啊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绝对轻饶不了他 小姨啊 您上次提到的那个苏姐 她是 她就是凯迪的前女友 不过他们早就分手了啊 你 你可千万别乱想 现在真的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啊 我们全家人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所以最后 能够进入我们家的 只有你一个 来 我们再试一试啊 假设我现在就是文小姐 我登台了 你们应该怎么做啊 我要跟小姨姨 我要跟小姨姨 你们就不能热情点吗 生意太小了 就你们这身 一会儿都别想拿红包 啊 再来 牌子呢 把牌子打出来快点 等文小姐一会儿 经过台前的时候 一定要把牌子晾出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再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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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就按这个做啊 等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 你们再热情一点 好不好 好 打分发给他们 一会儿记得喷彩喷 一定要把这个气氛给搞起来 今天到场呢 每个人都有红包 待会儿活动结束了 我再请你们去吃酒店的自助餐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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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准备啊 这不骗人吗 王校长 一会儿您 我小姨和周医生 要上台技术采访 这是稿子 我帮您准备好了 一会儿 您就按这个说就好了 您先背背 背背 广告拍摄后的第二天 文小姐就亲自把六百支捐献的牙膏 送到了学校 看到孩子们每天用文小姐送来的牙膏刷牙 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次次感动 如今像文小姐这样只做实事不作秀的演员 真是少之又少 什么时候送牙膏了 这不胡说吗 周医生 欢迎欢迎欢迎 您怎么在这儿呢 我们真实地认识一下吧 我是文雅的姐姐文娜 那您上次去诊所 不好意思啊 文雅总是提起您 我就顺便过去看看 文雅说得不错 您的确是一个医术高明 人品高尚的好医生 哪里哪里 以后您照顾文雅我就放心了 文女士 您可能对我跟您妹妹的关系有一点点误解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可以慢慢发展的 好 您和文雅还是大有希望呢 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好 好 衣衫 这位就是周医生 这是我的先生黄衣衫 您好 周医生 您好 那您应该是凯迪的父亲 是的 我听说凯迪的牙是您给修复的 真是谢谢 哪里的话都是应该的 爸 妈 周医生 记者到齐了 咱们可以开始了 好啊 您请 周医生您请 文女士 请 现在有请 名师新星文雅小姐 大家欢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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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十五年 停叔 Uhh 文小姐您好 听说您之前就为这家牙膏厂做代言 请问是什么让你决定两次为同一个企业做代言的呢 这个企业一直都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在进行生产 口碑也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是我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次能再次的来拍这个广告呢 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我和这个东风口腔诊所的周一生 一起为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进行牙病防治的宣传活动 因为牙膏这个产品呢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 所以就促成了我们这次第二次合作 文小姐 听说这次您和周医生不但共同参与了广告的拍摄 还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 对啊 而且我们俩还是同时签署的 当然了 我能签署呢 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周医生的鼓励 周医生 您对文小姐和您共同签署了这份协议怎么看 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能把自己的遗体捐赠出来 这个对我们人类的医学事业 应该说是一个很无私的贡献 我们应该在全社会都应该积极地倡导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作为一名医生 做出这种选择完全是应该的 但是文小姐不同 她是一个演员 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和勇气 让我非常感动 文雅文雅 勇气可恰 文雅文雅 现在比较 年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一杯歧视内心的时候 围绕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前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接礼物 陪我淹没 到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占周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谁当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到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人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树 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